島下冬甩 港幣 湛駕駛 港幣 野饭 共産 今次都冒在 我們住在這間 跟我們這裡的一些地主 就是建廟的公路者 就是在這產去順船航的時候 發現到特地公的神尊 他們就很生氣 把鐵桶拿到正義立 說我們這裡附近都沒有特地公 就像一間四間廟就在這裡 在這裡擺 民國69年在田溝旁 發現的這尊土地公神像 現在是綜合外圓山地區 最重要的地方信仰 從一坪大的小廟 經過兩次整修後 成了兩層樓規模 廟中廟結構香火鼎盛的正南宮 這段傳奇故事 讓正南宮更天神威 正南宮附近的這間早午餐店 日式口感的肉鬆柴魚蛋餅 是店家的招牌餐點 也是許多客人的最愛 連里長都抗拒不了這番美味 肉鬆 還有這個 還有很香的柴魚片 口感很好 出嘴感覺口味不錯 就是在蛋餅裡面夾我們的肉鬆 跟我們的蜜柴魚下去捲 那上面還會幾盒風醬跟海苔相鬆 那就是增添它的風味 那吃起來就是有點日式的感覺 在滿滿的肉鬆上鋪上蜜汁柴魚片 先抬手俐落地將蛋餅捲起 焦黃色餅皮包覆著飽滿內餡 再淋上特調醬油撒上芝麻 一口吃進去 在口腔中化開的和風滋味 讓人回味無窮 宛如置身日本京都街頭 還有這道美式拼盤 健康清爽的沙拉 大塊起司肉餅炸的酥脆的薯條 以及奶油餐包 吃得飽又吃得巧 少油嘛 輕食的感覺 健康 我覺得像我們的餐點出來 我覺得蔬菜蔬食的部分 就是可以讓人家覺得 比較清爽 比較健康 比較沒有負擔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的特色 參拜完正南宮 就到這裡大飽口福吧 讓美好的一天 從早午餐開始 專家新聞 詹野軒 朱影家 綜合報導